做更多的教學技巧與教材的方法 好 那因為如此 我先談一個 從外國的經驗來跟大家談 大家知道11月 應該是6號還8號 北英女會辦一個 學術研討會 就在談這個 那我會發表一篇文章 有這個人叫Wider 其實 剛剛講的問題 不是台灣的問題 是全世界的問題 英國 美國 對新興國家有遇到這個問題 也就是以一本教科書作為教材 那這樣的歷史的教學 已經是維持非常久 他是一個史丹佛的教授叫Sandweber 這個人他大學是歷史系 然後他在大英有一堂課 給他一個很大的經驗 大的震撼 他們老師他選了一個是宗教史的課題 結果老師就給他們看創世紀第一章 創世紀是什麼 大家知道第一句話是什麼 聖經第一遍 太初有道理神同站 開始講 分這六天創造天 創造地 然後第七天修行的故事 結果老師就發給他們聖經第一 然後在同學講 請問這裡面寫什麼 同學就開始講 他說不是 我不是問這個問題 是這文本在做什麼 然後就全場一百多個他都很害怕 因為老師很兇啊 老師壓狗 有沒有 做什麼 做什麼 他說什麼 做什麼 他就是做一個 他就講說創造天下 我說不是 是他做什麼 你懂嗎 他在問什麼 他說 這一個 寫聖經的人 第一章 他寫這個 用意而在 誒 誒 有意思 這就是兩種概念 第一種概念 一般我們會覺得 誒 這個東西告訴我們 我們 我們突然會問 他的目的是什麼 他到底是想要做什麼 也就是說 我們常常都用讀者的角度 沒有用作者的角度去看 那這個經驗 當然給外國一個很大的震撼 他說 原來 我們是不是應該 用 當時候人的想法 來想問題 因為資料是當作人寫的啊 所以 剛剛那一題就出來了 因這個字沒有出現在商場 那怎麼可以叫做商因人呢 他明明是商人啊 你有沒用當時候的角度來看 那為什麼這個問題是 是歷史的問題 因為歷史是過去的事 我們現代人 我們知道過去的事 一定要透過過去的資料 而且過去的資料 是過去人的想法的資料 你不能都用你現代人的角度去想 同樣的道理 這呢 就是歷史學生很重要的一種能力 我們怎麼知道學生會不會 我們常常都用老式的角度來看 你覺得你應該要會啊 你怎麼可以誤會 因為你已經會了 你不知道他為什麼會不會啊 所以剛剛那個歷程 為什麼會很艱難 因為我們要想辦法 從學生的角度出發 來知道他需要什麼來搭一架 他才有可能像我們一樣會 所以說很可能 最好的方式是同學的方法 這就是學籍共同體的精神 學籍共同體任何說 學生是學生最好的朋友 同樣道理 我想我今天講的 各位老師你也會比較有共 因為我是老師 我比較懂老師會遇到什麼問題 所以老師也可能會比較懂老師 會遇到什麼教學的問題 因為我們會遇到同樣的現況 然後我們也是在同樣的處境 同樣的一般多本的狀況之下 同樣的時數底下 來教學生讀歷史 所以我們會比較知道 你用什麼方式來幫助老師 來幫助學生學歷史 好 那有了這樣的概念之後 我來介紹這本書 那這個人後來當然去讀認知心理學 可以拿到個博士 然後他編了八個教材 他這八個教材在教學生認識歷史 來 這個生外國 他認為這裡面當中 歷史能力裡面最難的 就叫做脈絡 什麼叫脈絡 脈絡就是你怎麼去理解這件事啊 那你要去理解這件事 是誰理解 你可能要從當事人的角度來理解 那這個其實你搭上的歷史題目 就有這種特色 跟學測 這一段話請問 它最有可能出現在什麼時候 也就是歷史很強 叫獨特性 他認為這個現象不可能怎樣 不可能出現在各個時代 他可能是專屬於某個時代 也有各個時代的人 才會做這樣的判斷 才會做這樣的事情 這個是社會科裡面歷史最特別 弟弟跟公民很喜歡討論 理論 原則 歷史是獨特 歷史很喜歡討論 變遷 我們一定要找一個不太一樣的地方 而且告訴你為什麼會不一樣 跟你不一樣的話會往哪裡走 那這種能力 是一個很重要的能力 我常會跟學生講 你看這叫趨勢 你知道下一秒鐘會發生什麼事嗎 十年後會變成怎樣 地球會變成怎樣 台灣會變成怎樣 如果你有這種的遠見 你就會栽培你自己 有什麼有用的 對不對 那神路去不需要 神路不需要 我見到都是男生 我說你今天跟一個女生聯誼 你只會希望他女生是不喜歡的 你說老師那什麼知道 神路 你要去神路 從他的言語裡面 眼神裡面 去神路 他在想什麼 所以這就是神路的能力 對不對 歷史有好多好多能力 不是任何個學科可以取代 也因為我們常常在跟古人對話 練習久了 你就會知道 其他我們現在的人 他的哪些舉動 其實就透露什麼訊息 這是只有歷史科分能給你的 好 那我們再回到Weber Weber他認為脈絡化是一個歷史學家 跟一般的不一樣的一種能力 你是歷史的一個特色 然後他說怎麼樣的去瞭解脈絡 要編織啊 編織啊 也就是說你要給很多訊息 那這訊息是剛說的訊息 然後學生能不能去建構出 很可能他是怎麼想的 所以說大家可以看出來 那一個冰山嘛 他一直在要學著學海水底下 也就是這個底下的冰是怎麼結露出來 才會出現出上面浮出來的東西 所以你看 美國也一直這樣繼續想歷史的學習 所以這個就是一種能力 好 我們繼續來看下去吧 那這些素材他常常喜歡找跟教科書不一樣 為什麼 因為教科書一樣就是貝而已 所以大家可以知道 大寶中心底下的這一群教授 應該都是讀他的書啊 所以他會故意出跟課本不一樣 所以如果說我們還是希望學生這樣子去學 那他一定會很辛苦 因為這是一個趨勢 不管英國美國 大家都希望去找出 尤其歷史課 歷史課他一直在產出啊 那產出這個作品會成功 一定是跟過去不一樣 所以他很好注意 他只要找學術論文就好 馬上學生會發現 為什麼這個題目跟課本寫的不一樣 因為他的方法不一樣 過程不一樣 結果又不一樣 阿姨